乳头疼痛怎么办? 在胃补初期,由于妈妈和宝宝都在学习和适应母乳胃补, 所以妈妈每次在宝宝开始吸吮时,都会觉得乳头有点痛, 这是相当普遍的。 当胃补技巧掌握好了,就不会觉得乳头痛。 如果妈妈在整个胃补过程中持续觉得乳头疼痛, 便应该尽早接受医护人员的指导, 因为大部分导致乳头疼痛的原因是由于宝宝吸吮不正确, 及早改善宝宝的吸吮方法可以避免乳头继续疼痛。 疼痛亦会一压喷奶反射,若再加上宝宝不正确的吸吮, 乳汁就不能有效排出, 反令乳汁分泌减少, 而缺损的乳头有可能让细菌或真菌入侵,造成感染。 所以,乳头疼痛绝对不容忽视。 若觉得乳头持续疼痛, 建议你向母婴健康院或其他医护人员查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